那個文就自打嘴巴 所以他趕快刪掉 其實他那個文的內容就是在之前 就是那個沈青青一直針對392 應該要拿到560 這個事情一直在糾結 他發這個文根本意義都沒有 392到560 現在大家也沒有去爭執這一塊 不能給嘛 現在爭執的是在後半段嘛 為什麼你可以拿容金獎勵 20%這個部分嘛 那你發這個文要幹嘛 其實沒有幫上忙 反而幫倒忙 還是你認為說 當時一直在卡金華城 所以你在幫金華城講話 我覺得黃珊珊可能也心急了啦 要發個文來聲援一下嘛 看得出來啦 互主心切是很明確的 而且看得出來呢 在這個時間 還要幫柯文哲擦枝抹粉的 這個態度也很明確 昨天看到小草到現場的時候 看到柯美蘭在現場的時候 我覺得黨主席之爭 可能有點岌岌可危 因為那個文就自打嘴巴 所以他趕快刪掉 其實他的文的內容就是在之前 就是那個沈青青一直針對392 應該要拿到560 這個事情一直在糾結 所以他認為說從工業區 本來是392 那應該要拿到560的啊 因為工業變商業 商業最高的基礎容積就是560 你為什麼不給560 所以呢 那個時候只給392 那當時呢 郝龍斌就是不給嘛 所以他連公佔都不給他公佔 也就是這個案子就隔在那裡不動 所以他才去跟監察院陳情說 他怎麼可以隔在那裡 照理說你應該依照程序 就要走都市審議 那要走整個程序 要流程都要走完 那如果要是都市審會覺得不行的話 要駁回你就駁回我嘛 那你怎麼可以 就是停在那裡不動 所以呢 他就去監察院 那監察院也行了 問問台北市政府說 你應該要走那個程序 不然你就依照都市計畫 把25條把它駁回嘛 那你又不駁回又卡在那裡很奇怪 那這個文序的市政府 市政府還是不理他 最後就由了劉德勳 就直接仲裁說 那市政府你應該給他560 後來就是監察 委員劉德勳 就是直接仲裁說要給560 就要求市政府應該要 糾正市政府應該要給他560 所以呢 他們柯文哲才會拿著這個560 然後再給他 就等於是同意給他以後 後面 就是我們剛剛我們大家在討論的 那個榮獎20%的問題 可是他發這個文 根本意義都沒有 392到560 現在大家也沒有去爭執 這一塊不能給嘛 現在爭執的是在後半段嘛 為什麼你可以拿榮金獎勵 20%這一個部分嘛 那你發這個文要幹嘛 你發這個文不是在 其實沒有幫上忙 反而幫倒忙 就是說你還是在糾結 以前我也沒有在跟你談這個 你是牛頭不對馬嘴嗎 還是你認為說當時一直在卡金華城 所以你在幫金華城講話 好就是市政府好龍斌 就是在打好龍斌的意思 就是都是好龍斌在去卡的 跟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也是提供了 他們依照程序來申請 我們也提供了 我覺得這個 我不知道他今天發這個文 我覺得他這個文有點自己心虛 所以你發了以後就趕快刪文 因為這個東西對於這件事情於事無補 對於他圖利這個審慶金 圖利金華城的案子 也沒有任何幫助 因為從頭到尾 現在大家沒有在爭議這個560 那我最多讓你蓋560 那也沒關係 可是你現在是840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黃珊珊可能也心急了啦 他心急了 第一個讓他宣誓效忠的太多 要走出來 要做出來 要發個文來聲援一下 但是依照他自己又是律師 又發現發文 可能也幫不上任何忙 反而會被拿來說嘴 所以不如就趕快刪文 所以我覺得他還是好好的幫他看 接下來他怎麼面對 羈押後的一個狀況 是不是有可能在延壓 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是黃珊珊 必須要做的 但是看得出來 護主心切是很明確的 而且看得出來在這個時間 還要幫柯文哲擦肢抹粉的 這個態度也很明確 所以我覺得還是會輪流在 那個黨主席之爭 那我其實昨天看到 小草到現場的時候 看到柯美蘭在現場的時候 我覺得黨主席之爭 可能有點岌岌可危 我覺得可能會是 柯美蘭可能是他們屬意的人選 我說柯文哲屬意的人選 對 黃珊珊的這個發文 完全就是內行人講外行話 這只是要寫給小草看的 這個真的是爹哥到菜都 因為螞蟻宮的糾正文 其實當時金華城的容積是392 他們要邀請到560 所以螞蟻宮的這個糾正文 是要求台北市應該要符合 桑山的容積 恢復金華城的容積到560 但是現在柯文哲被控告土力的部分 是讓金華城的容積從560變成840 其中有20%的容積獎勵 是准用都跟條例給的容積 而金華城就不是都跟區域 也不是為老 他就不能去享受這20%的容積獎 所以這個黃珊珊不知道嗎 黃珊珊是老經驗老資格的議員 然後也是律師 然後也當了副市長 然後現在在那邊講這種沒有水準 然後不入流 然後騙小草的話 我真的覺得太誇張了 所以難怪他這個文發了出去之後 馬上就三文 因為他知道這一定馬上就會被打臉 尤其這一陣子 大家對金華城的案子都已經多有認識 也多有了解 這連路人都可以打臉黃珊珊的事情 黃珊珊居然敢把這種文PO在臉書上面 我也真的覺得他是第一名 而且黃珊珊不要忘記 你在金華城這個案子裡面 沈慶金有沒有跟你澄清過 那你是不是也真的幫沈慶金 認為說他其實從五六年跟八四年是合法的 黃珊珊應該出來講清楚 那另外還有4300萬的上班 他們昨天就拿出那個產權書 但是上面公布好像只有部分 我不知道民眾黨他們的這個 政治的危機處理 這讓我覺得有點傻眼 因為4300萬的商辦這一件事情 大家其實是質疑到底有沒有這個金流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買賣 那如果是真的 你就把匯款的單據拿出來就好了 民眾黨會給柯文哲的七千多萬 柯文哲從這七千多萬 匯出去給那個陳信的前地主 你把它拿出來就好了 為什麼要去拿一個公器出來 而且這個公器裡面的合約 的買賣總價還寫61萬 那這事情只是你知道嗎 提油交火 讓事情更一發不可收拾 沒有讓整個事情變明朗 反而讓它變得越來越複雜 所以民眾黨這一些人 這一些發言人 坐臨高薪 但做的事情 真的完全沒有這個價錢 也沒有這個水準 議員因為現在我們最近一直在關心 金華全案 現在就民眾黨的這個幹部 說要來檢舉你臉書的貼文 檢舉到你被下架為止 我臉書的那種哪一個 剛剛的稍息 我給你看 他就說黨公子要求要支援 就是你今天40小時那一篇 跟昨天就是講我們獨家那一篇 反正就是跟金華全有關的 他就說要檢舉到你被平權為止 好 我被柯文哲動員網軍修理跟檢舉 也不是一次兩次 那有沒有效果 我覺得這個真理越變越明 不會被挑戰 那另外就是說 真正經不起監督的不是柯文哲嗎 柯文哲過去在議會的時候 我監督他 只要每一次監督他 刺痛他的要害 刺痛他的痛處 他就會動員網軍來修理我 但最後經不起檢驗的 不是就是柯文哲嗎 包含第一果菜市場 包含金華城的案子 後來都證實了 柯文哲就是圖利金華城嘛 而且這一件事情 是法院法官所認證的 柯文哲多給的那20% 就是違法的 那違法的就是圖利 給審清金200億 這不是事實嗎 你要檢舉我 就可以讓這個圖利消失嗎 就可以讓阿伯 從土城看守所出來嗎 所以我覺得不要再瞎了 這個民眾黨們 好好的想辦法 去幫自己的黨主席 捍衛他的清白 趕快把他救出來 而不是去檢舉我 檢舉我的臉書 不會讓柯文哲 從我的臉書裡面跑出來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說 他現在要救阿伯 要讓他從土城看守所出來 現在他們第一場 就是在九月八號 在群賢樓那邊 來發動這個 寧靜革命 這個活動 但是現在說 因為怕萬人響應 一人到場 所以每個人要交五百塊的 這個有點類似定金 到了之後就會還給你 你怎麼看這樣的動作 這就是心虛嘛 因為知道這樣子的活動 不會有人參加嘛 所以先要求大家繳保證金 如果金額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他們才敢辦嘛 那這個寧靜革命也是瞎話嘛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去聲援 怎麼會是在群賢樓咧 在群賢樓阿伯又不是關在那個地方 他是關在土城看守所嘛 所以在群賢樓集會這一件事情 就是在聲援黃國昌 希望讓黃國昌能夠得到 把柯文哲的草粉 變成黃國昌的昌粉嘛 那這就是黃國昌自己想要 這個登機的一個作為 那小草還有民眾黨的這些黨公子 有需要配合黃國昌嗎 大家應該好好的想清楚 好不好 好不好 謝謝